陆总 这是我的新选题 你拿着这些跟刘总对接吧 我不在的时候 他负责最美好 你别担心啊 都跟洪辉他们学学经验 我没什么要担心的 那就好 我这老幺啊 前两天啊 幼儿园组织了一个亲子忧 可把我累坏了 我这一到北京啊 就躺了两天 还真是啊 这不上班了吧 感觉比上班的时候还忙 我现在也算有点体会了 我觉得面具之下 也可以找一期 关怀一下这些妈妈们 怎么了 心情还是不好吗 其实跟你聊聊好多了 就还是有一丢丢的不舒服 你呀 就是玛丽开得太足 老是火力前进 能行吗 道理我都懂 就是想不通 想不通就别想了 想也是瞎琢磨 我跟我老公啊 念叨了你跟我说的事 他觉得呢 路芒就是想让你留下来啊 多积累一些各个方面的经验 他真的挺好的 我看看有没有公司的人 我跟你说 像路芒那种啊 把你们几个都给弄走了 还偷偷地持有优传媒股份的人 你说他这个人臣服得多深呢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 也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他有问题 小小 你呢 能力强 眼界远 也很重情义 这些都是你的优点 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都离开了 大家谁都饿不死 我们都还是朋友 可是你还在用传媒 还在漩涡中心 你得懂得保护自己 跟自己的上司作对 可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我梁子已经解下了呀 那就赶紧扭转态度啊 我是离开之后啊 才慢慢明白 这职场的复杂 绝对不在于工作的本身 而是在于啊 这人际关系 真正有本事的人啊 是什么样的人和事 都可以应对 你就别折磨自己了啊 放松点 改天咱们有时间 就让大家一起拒一拒 这工作啊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可是工作 已经成为我现在生活的全部了 陆总 你没事吧 至不至于啊 快快快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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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陆总要真来的话 我还真快 我还能不告诉你啊 傻不傻 怎么吓成这样 快快 喝喝咖啡拉精 快快快 你太坏了你 这世界很酷 别动用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